FANCO防曬系列 四個必試的理由 如果你以為防曬產品都大同小異 知之差不多 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一,我們先來鬥安全 花學性防曬?物理性防曬? 究竟哪樣是最安全? 花學性防曬,它的防曬成分是紫外光吸收劑 作用就像海綿一樣吸收紫外光 從而阻擋紫外光穿透至皮膚細胞 花學性防曬的吸收過程 就有可能產生化學反應 從而刺激肌膚導致敏感紅腫 至於物理性防曬 就是透過紫外光反射劑 原理就像一塊鏡一樣 將紫外光分散和反射走 由於不會有化學反應 所以更安全 是透過紫外光分散和反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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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50號 用物理性防曬夠安全之餘 用感都很清爽 第三關就要逗保濕 塗完防曬夠清爽 但又怕皮膚乾 首先測試一下未塗防曬前的水分 左手和右手塗不同的防曬 再用水分槍測試一下 左邊的防曬塗完 水分都有輕微上升 而右邊Fanco這支防曬塗完之後 水分升得比較明顯 真的做到勇敢清爽又不乾 最後一關就是要逗保護 一支好的防曬產品 除了可以防UV外 還要做到旁邊微塵、塵滿和污染 塗防曬對抗紫外光 已經是每日出門前的基本動作 但如果想防曬之餘 隔離外的微塵、塵滿刺激 可能要多塗隔離箱才做到 還想防空氣中的污染物 這類致敏源頭 那就要多塗塗至夠保護 嘩,看看左邊 塗那麼多東西在皮膚 再加上香港那麼濕熱的天氣 想不焗出汗就假了 FANCO長效防曬露50號 物理性安全防曬 不單止防曬勁 它更具備隔離功效 勇敢透薄清爽 一支做到抗光、抗老、抗氧 給肌膚最周全的保護 防曬選擇小貼士 研究證實 防腐劑會令皮膚更易形成黑色素 令肌膚更容易被曬黑 FANCO防曬系列已經上市了 FANCO無添加 FANCO FANCO